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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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的林雅市場 他是林雅區的第一座公油市場 他從林雅寮安蘭宮周邊的小市集 慢慢發展成高雄市最熱鬧的商圈市集之一 林雅市早上有早市 中午開始小吃又陸續的營業 然後晚上又跟旁邊的自祥路形成一個夜市 變成全台灣難得一見的一日三室市值 那我們今天就來帶大家趁看林雅市場跟自祥夜市有哪些好吃的東西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心痛吃喔 走吧 我們現在要去林雅市場的路上 那前面的新田路跟自祥路有一間無名早餐店 我們就先從這間早餐店開始吧 蛋餅15元 小籠包45元 8顆 煎餃8顆 25元 對蒸 有夠便宜 雖然它的份量稍微小了一點點 不過真的這個價位去哪裡找啦 真的很便宜啦 我們先從它的小籠包開始吧 雖然稍微小顆了一點點 它小籠包有點燒賣的感覺啊 我剛剛看它那個樣子就很閃 真的嗎 它小籠包包吃起來很扎實 它肉餡的比例佔得還蠻多的 比例是誰 說湯好燙嗎 血烤喔 它的內餡還蠻夠味的 再來就是他們的煎餃 它的煎餃也是一口煎餃 很可愛的煎餃 它煎餃裡面是濕潤的 可是只有一點點肉 不夠8顆 25塊 應該是高麗菜的湯汁 它的外皮有一部分是煎到比較焦脆的 它皮好吃耶 你如果想要多吃一點呢 你就點一份一份一份就好 它裡面其實還有賣蔥油餅 蔥肉餅 跟刮包喔 你們下次來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中式銅板架 非常便宜 它的蛋餅是粉漿蛋餅喔 非常的Q彈 那個口感也是我喜歡的 因為非常的軟Q 如果是我的話 我來會點兩份蛋餅 然後一個小籠包 一個煎餃 而且你來的話就是要稍微排一下下 因為他們人啊 從早到休息時間都蠻多的 接下來我們來到這一間呢 是在林雅市場的屏東罵丸 然後它剛好在自強路跟林雅路的路口這邊 這邊屏東罵丸也是從小吃到大的口味喔 它的蒸罵丸一塊是17塊 炸肉丸一塊是35塊 它肉丸的皮超Q 感覺油油亮亮 非常好吃 雖然是蒸的 但是它蒸得非常的軟Q 然後咬起來會有它的口感 但是它的蒜蓉醬吃呢 味道很棒 些微甜甜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它都是屬於肥瘦各半的餡料 它醃得也剛剛好 炸肉丸的皮看起來非常的Q脆 它的皮很酥 然後搭上它的醬料跟番茄醬 看起來酸甜酸甜 鹹甜鹹甜的 口味非常棒 它又炸得有焦香味 那個焦香味超讚 你喜歡吃這種喔 那這種跟彰化肉丸也喜歡吃 那它的餡料呢 它的肉呢也是一樣 肥瘦適中喔 它的蒸肉丸 炸肉丸我都會吃 它炸肉丸的皮外面是香酥的 裡面是Q彈的 它的肉餡裡面呢 還有加上筍乾喔 肉丸的肉餡就是要加筍乾才好吃 現在沒中午喔 特地一直進來 它炸肉丸跟蒸肉丸的皮呢 都各有籤球喔 我覺得很好吃耶 這間是林仔市場對面的麵口的蚵仔煎喔 然後我們打點的是雙蛋的蚵仔煎 它們人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剛剛即使已經早來 還是等了大概半個小時 我們來吃看看蚵仔煎嗎 這個叫什麼醬 番茄醬去調的 它的蚵仔煎啊 雙面都能吃到恰恰的口感 它的粉漿呢 軟綿 帶Q喔 它的蚵仔好像比較小分 80塊 因為我是等雙蛋 所以這位是80 我會注意 不用等的時候再來 這間也是林仔努力成功的蚵仔煎的 無名肉圓 這個無名肉圓呢 是阿伯之三的 他只有一隻蚵仔煎 全部的阿伯都對這裡吃肉丸 我們點了它非常有名的主力餅 它的主力餅呢 非常厲害喔 我們來吃看看吧 它的皮呢 不會太厚 但是吃得到它糯米腸的那個酷彈的感覺 它糯米腸也是真的用豬腸的一種 它那個比較傳統的 味道非常好 然後越嚼越香 超棒 現在這是它的肉丸 它們這個肉丸比較有彰化肉丸的概念 它的醬呢 有三種顏色 白色 紅色 跟鶴色的 它肉丸的皮呢 也是非常的酷彈 介於彰化肉丸跟真肉丸的中間 我剛剛覺得它的肉丸還蠻好吃的 它肉丸一顆30 全部100 蒸肉還蠻多的 燒得很多 那因為吃飯呢 你會發現很多阿伯 會莫名其妙的生出來 這邊會一直產生啊 這邊是阿伯的生產工廠 再來是它的鍋巴根 它的鍋巴根沒有什麼過多的調味 就是很簡單的苦肉丸 裡面的苦肉啊 非常的多 真的很多 然後很大塊 我兩間都會買 就是我可能沒有吃到屏東肉丸 我就會來這邊買 因為都是在同一條路啊 一個在口 一個在我 就是我如果今天想要換醬汁 就是想要換口味我就會來買這件 這件其實是有一次我們在等候一等 不然看到 有在賣肉丸 驚為兼人 意外的好吃 正強路跟林亞路口的古早味掛包 阿姨的那個肥肉是一鍋 然後瘦肉是一鍋 所以如果要瘦肉多一點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 他會另外撈瘦肉給你 滿滿一坨 而且它的肥肉很漂亮 我愛吃肥肉 喔 愛死了 有肥肉的人就是愛吃肥肉 我們剛剛點的這個是辣味的掛包 它雖然不會當很辣 不過是小辣的人呢 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它的辣非常的順口很溫潤 然後它裡面的肥肉啊 真的是入口即化 咬下去之後馬上就化開了 噗啾噗啾的感覺 它的酸菜不會過酸也不會過鹹 所以這個當下午茶點心 是個不錯的 可以 那一份呢是55塊 我覺得它的料如果放成這樣子55塊 是CP值非常高的 它的辣味掛包是刷上特製的辣醬 它不是因為酸菜辣或也不是因為滷肉滷的辣 它的瓜寶本人呢非常的軟Q喔 它料真的超多的 我應該可以吃八個吧 最好是啦 再來這間呢是林亞路跟智翔路克的全麥春捲喔 這間春捲非常好吃 而且做的超級大根的 那個阿姨在放料啊完全不熟軟 豆干啊 香腸還有高麗菜等等的一大堆料啦 裡面滿滿的 我剛剛點的是辣味的 一隻呢是55塊 它裡面料真的超多的 吃辣味它真的會有點辣喔 吃小辣呢可能就會覺得有點辣了 你不是也不吃春捲的人嗎 我不吃春捲 可是他們家的很好吃 因為我上次買給你吃下道對不對 對 我看你幫它沾花 哇怎麼那麼好吃啊 花生粉是不是精髓 也是一定要加花生粉 要不然你吃不下去對不對 對 我吃不下去 它的辣椒應該是自己炒過的 它的辣椒非常香 春捲它這個還少一味就是麵 油麵 有的春捲會泡過 有的會加油麵 嗯 媽媽加油麵很好吃 它的料真的很多 你一個人應該吃一根差不多就飽了 它這一根的只要55塊 有空經過自強路跟莉亞路的時候 記得看到春麥春捲的時候 過來吃看看 真的很好吃喔 再來呢這一間是大山排骨飯 今天大山排骨飯呢 它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的雞排比連還要大喔 那這一份的只要100塊喔 我來吃看它的雞排 真的很大 超大 啊 阿娘喂啊 這樣100塊而已 它師傅很厲害喔 要把它皮炸得很脆 然後不會油膩 那肉醃得非常甜 然後有肉汁 還不錯 再來呢這一份是糖醋排骨 它的糖醋排骨量也是非常大 你看整個便當都是它的糖醋肉條 它的糖醋肉不小塊 而且非常多條 它讓它酸甜的醬汁非常下飯 你知道它的敗筆是什麼嗎 唯一的敗筆就是白飯 它的飯是軟爛的 這個是90 它雞排是100 量這樣子我覺得算便宜了啦 這個去自助餐夾 就算夾到這麼多 可能要破100了 我們幫你吃一吃 等一下吃下一間 這間的酸量真的很大 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這一間呢 是在林雅市場旁邊的自強路上 瑜伽水餃大王 這間水餃大王非常厲害喔 非常多人慕名的來 就在台北啊 也非常多人 叫這邊的水餃 寄上去 拿去轉賣 他們用餐的地方非常特別 是在公園的大榕樹下 你會看到這邊的榕樹下擺滿了桌子 讓大家在這邊用餐非常的愜意 它水餃呢 一顆是5塊錢 他們的水餃呢 不是高麗菜水餃 是酒黃水餃喔 它皮稍微厚實的一點 但是非常的軟Q 裡面的內餡啊 也有調味得非常剛好喔 非常的多汁 而且他們的生意非常好 終於有人在那邊 負責趕快包水餃這樣子 我是不愛吃厚皮的 可是它這個厚皮我可以接受 因為非常的Q彈喔 那當然 因為它的皮比較厚的關係 所以比較容易吃飽 蛋花湯酸辣湯啊 小碗都是30 大碗是40塊 那大碗的是這個小碗的兩倍 你看這個碗有多大 兩個人來點一碗大碗的就好了 是屬於一般大眾喜歡吃的味道 我的話喜歡再酸一點 可是它的料很多 然後勾芡也稍微再濃一點 他們今天黃昏就開始囉 永世黃昏 然後我吃飯不可以嗎 我沒有那麼老 我不會唱這首歌 不會覺得出門每次吃到 好吃的東西心情都會很好 對啊 你們如果來林雅市場阿金 我自強路會永昌街啊 這邊有一間瑜伽水餃大王 看到一個很大的龍樹下啊 就是它囉 一定要過來吃看看 超臭 臭到我們就是臭才好吃喔 我一聞到臭味我馬上就飄過來了喔 那今天春日蒜香豆干呢 我點的是它的蒜香綜合啊 它蒜香綜合呢有 百葉啊米血 豆皮 臭豆腐 豆干喔 那你如果任何一樣呢 你不想吃的話 你可以都可以跟它講 它會幫你拿掉喔 它的滷汁醬汁超濃郁的啊 然後它的米血看起來就很嫩 阿娘味好厲害喔 這是它的百葉豆腐 那吃起來已經要搭上它的 獨門滷味醬汁了 肉香肉臭 鹹香夠味 那個蒜味跟蛋蛋的中藥香啊 散發到嘴裡 阿娘味啊 好酸脆喔 這是它的臭豆腐 它豆腐超臭的耶 好好吃喔 當然這是它的豆皮喔 它的臭味不知道是 有融入蒜頭味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那我很難很難形容 當然就是我最愛他們家的豆干 他們家的豆干呢 不是硬硬的那一種 是軟綿軟綿的 但是又有保有口感的那種豆干 它的蒜香太厲害了 它滷味的醬汁呢 非常的濃郁喔 用蒜末還有中藥下去熬煮的 再加上一點蔥花提味啊 淡淡的周藥香 蒜香臭豆腐的臭味 又香又臭 真的超好吃喔 你不管吃哪一樣 加上它的醬汁呢 味道超好 如果有機會呢 不妨來這邊吃看看喔 春日蒜香豆干呢 真的很好吃 好啦 我們現在來到的今天呢 是老爹咖哩喔 那老爹當然也原本是在 小港機場那附近喔 然後現在呢 移到林亞市場裡面啦 所以林亞市場又多了一間 非常好吃的美食喔 他們去跟我來吃看看嗎 我們今天點的是 海老唐洋雞 咖哩飯跟 青醬豬排義大利麵喔 那我們趕快來吃看看吧 他每個套餐呢 會附一碗濃湯跟一片麵包 然後 蒜類呢 會附兩樣小菜喔 麵包呢 是可以當它的濃湯一起使用的 我們來吃看看吧 奶味呢非常的濃郁 然後麵包酥酥脆脆的 加上濃湯之後呢 會轉化 而且我喜歡很喔 我煮給你喝 你沒有人家煮那麼好喝 那奶味非常重 有點高達濃湯的感覺 因為之前有人說像夜市很濃湯 可是我跟你講 夜市很濃湯 絕對沒有這麼好喝 它青醬我是點豬排口 而且它豬排呢 上面還有淋上 日式的醬料 而且很日式豬排的味道 它豬排呢 表皮不會很刮嘴巴 豬是脆脆的 裡面的肉非常的冷酥 好吃 吃吃看它的青醬一大麵 老闆在幫我煮青醬的時候 我就一直聞到那個青醬的香味 好香喔 辣椒是辣椒粉啦 就是可以著量加一下 提個味 而且豬排啊 算非常的厚 很厚實 我上次來我可能還會再 吃一看其他的品項 因為這個已經讓我覺得很驚豔了 我已經覺得很好吃了 才150 那豬排這真的還蠻嫩的 我還沒有吃到我不知道 因為貴位一直吃都不留給我吃 再來呢 這是它的日式咖哩 我們點的是海老唐陽雞咖哩 它的飯呢 跟咖哩是分開的喔 贏在飯的周遭 然後它的炸物呢 有用鐵網跟咖哩來隔開 很有心思吧 它的咖哩呢也是跟日本一樣 比較甜口 比較乾口的味道 是中鹹嗎 不會中鹹 它還蠻清爽的 它的咖哩醬非常的下飯 我們來吃看它的唐陽雞 它外皮呢 酥酥脆脆的 裡面也是很嫩的 它雞肉非常的嫩 應該是用雞腿肉吧 它醃漬的呢 不會過鹹 也不會過甜 這個味道是 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 這是市場界的米其林 就是明明是市場美食 然後用的很精緻 對 很厲害 在市場裡面真的很厲害 不輸餐廳 這是炸海老喔 它蝦子比我們吃蜘蛛餐的蝦子大隻啊 有時候那蜘蛛餐的蝦子 就是這樣細細的那個裡面 剩下的都是那個粉 它們蝦還蠻大隻的 它們咖哩偏甜很好吃喔 它跟人家的咖哩不一樣的是 它是清甜的 對 它的口味呢 非常的清爽 它不是像一般比較濃郁的咖哩味喔 它比較偏日式 但是清爽一點的咖哩 非常的下飯 它點餐呢 它們是用普拉扣製的 有扣製過的話 要過來吃看看 那我們趕快把這邊東西吃一吃 到隔壁的 這就還是在考來用餐吧 好啦 我們現在來到了 這邊是 真餓韓式燒肉 也是我們最後一個點喔 然後它位於在林雅市場的裡面 我們剛剛點的是一個雙人烤餐 只要499塊 可以選兩樣肉品 跟一個韓式料理 或者是一個湯鍋 隨餐會附上一個菜盤 跟兩碗白飯喔 這樣你們都上了 我們就來開吃吧 我們剛剛點下牛小排 和煮五花喔 煮五花是不是要煎得恰一點對不對 是 先跟你講解一下 酥的時候是有帶一些厚度的 那這些用中小火去烤的話 會熟的比較舒散 醬料的話呢 我先給你介紹一下 辣醬 是專門給吃比較重口味的食用法 這個叫芝麻油 這個是辣年醬 那炒年糕那個醬料還可以吃 對對對 我們剛剛點這個 豬五花跟牛小排呢 都是有帶厚度的喔 所以必須用中小火下去慢慢烤 它才會熟的比較透喔 烤的當下呢 它的湯鍋已經送上來啦 我們剛剛點的是 泡菜豬 那我們在等的同時呢 就可以來吃這個豬肉泡菜鍋啦 他們筷子一樣是韓式的筷子喔 就是我最不擅長用的那個扁塊 韓國人到底是怎麼用筷子的啊 快這麼老啦 我先喝看大湯 大湯帶很濃厚的泡菜的酸甜口感喔 鹹甜呢也是適中的 不過不敢吃辣的人啊 可能會覺得有一點太辣 敢吃小辣的人呢 應該很好入口我覺得真的很棒 烤好了 那我就來吃看它的牛小排 很嫩 它牛肉的品質很好 它的牛小排啊 其實不沾調味料啊 就已經很好吃了喔 味道其實還蠻濃厚的 他們對單身果也很友善 那一個人呢 平均大概只要200到250塊 如果你不愛吃烤肉 你直接單純來吃鍋的話也是OK的喔 那鍋呢還有泡麵跟起司可以加 那邊韓式泡菜鍋 韓式部隊鍋囉 它的環境啊我非常喜歡耶 超級復古的 而且你今天既然會吃白飯耶 你很餓喔 因為它的飯很好吃啊 泡飯煮的粒粒分明的 我覺得很好吃 你都吃白飯的人 我覺得很好吃 你那個白飯是要留給我吃的 好吃喔 你煮的喔 我現在快點了 一個帥弟弟煮的 煮的粒粒分明的真的很好吃 烤豬肉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杏鮑菇跟金針菇呢 放下去一起烤 菇類就會吸收豬肉的油脂喔 烤起來會更香 那來吃啦 記得一定要在Instagram 或者是他們的臉書上預約喔 如果沒有預約的話 可能會撲空喔 那我們剛剛這邊吃啊 已經遇到好幾組撲空的客人了 快點吃 我的紫舞花 然後再多了 生菜呢 可以把大醬的鹹呢 裏削掉 先想要再更清爽 好啦 我們也吃了差不多了 把桌上的東西吃完喔 等一下回去 就做個結尾吧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回來啦 那我們剛剛吃了這幾間 今天一整天這樣吃下來喔 其實我覺得每一間都很好吃耶 那林雅市場呢 跟志強夜市呢 這兩個地方是可以從早吃到晚的喔 晚上真的還有居酒屋 不過居酒屋今天沒有開啊 剛好在老爹咖哩的對面 可以去試看看 夏天一丁目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通知喔 再會 那邊現在在錄影了 那你再過來 你再過來 對啊 那個錄影都可以當作 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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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喔 иногда不會追蹤 真的被騙了 他們都可以可以 browse